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和瑞士同意加强贸易关系 冰岛面临新篇章的地震活动 容颜威胁着城镇 欧洲股市下跌 收益率上升 中国不降息 新兴市场拉美资产落后于新兴市场同行 巴西航空股下跌 请大家收看 中国和瑞士同意加强贸易关系 德国之声 中国和瑞士已签署一项联合声明 以加强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深化双边关系 该协议标志着可能开始谈判制定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一步 两国还同意简化旅行签证程序 中国为瑞士公民提供免签入境 瑞士为中国公民和在瑞士投资的企业提供更多签证便利 中国是瑞士继美国和欧盟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冰岛面临新篇章的地震活动 容颜威胁着城镇 纽约时报 冰岛格林达维克镇的一次火山喷发导致三座房屋被烧毁 这是50年来首次发生居民区受到火山喷发影响的事件 自2020年以来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维克亚内斯半岛火山活动增加的迹象 该地区已经休眠了800年 最近几个月 该地区经历了数万次地震 在一个地热发电厂和其他异受攻击的地点周围建造了防御屏障 格林达维克镇在2020年11月和12月因强烈的地震活动而被疏散 欧洲股市下跌 收益率上升 中国不降息 雅虎 在中国央行意外未降息后 欧洲股市下跌 中国股市也出现下滑 STARTH600指数下跌0.5% 富士100指数下跌0.4% 德国DEX指数下跌0.5% 中国CSI300指数跌至2019年以来的最低点 汇丰银行的邓肯 汤姆斯表示 市场对今年大幅降息的预期可能会重新考虑 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今年将降息165个基点 新兴市场拉美资产落后于新兴市场同行 巴西航空股下跌 雅虎 昨天 新兴市场股票和货币表现不佳 相较于其他全球市场而言 拉丁美洲资产受到铁矿石价格下跌和航空股票 在一份潜在破产报告后的下滑的拖累 MSCI拉丁美洲货币指数对美元走强下跌了0.4% 而该地区股票下跌了0.6%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的几个新闻 首先是中国和瑞士加强贸易关系的消息 中国和瑞士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以加强双边关系和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个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可能开始谈判制定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一步 除此之外 两国还同意简化旅行签证程序 提供更多签证电力 中国是瑞士继美国和欧盟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这个消息对于两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一大利好 接下来是冰岛地震活动的消息 冰岛格林达维克镇最近发生了一次火山喷发 导致三座房屋被烧毁 这是50年来首次发生居民区受到火山喷发影响的事件 科学家们发现 自2020年以来 雷克亚内斯半岛的火山活动有所增加 该地区已经休眠了800年 最近几个月经历了数万次地震 为了应对火山活动的威胁 当地已经在一些异受攻击的地点建造了防御屏障 对于格林达维克镇的居民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再来是关于欧洲和中国股市的消息 由于中国央行没有降息 欧洲股市出现下跌 中国股市也出现了下滑 中国的CSI300指数 甚至跌至2019年以来的最低点 这个消息让市场上对今年大幅降息的预期重新考虑 不过 我们还需要继续关注后续的市场走势 看看这个下跌是否只是一时的调整 还是长期趋势 最后是新兴市场的消息 拉丁美洲资产 在铁矿石价格下跌 和航空股票下滑的影响下表现不佳 MSCI拉丁美洲货币指数 对美元走强下跌了0.4% 呆地区股票下跌了0.6% 这个消息提醒我们 投资者在新兴市场投资时需要谨慎 因为这些市场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听听你们观众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您的问题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